范冰冰去年赚了3亿人民币,超过爱股七成上市公司净利润。 最近一段时间娱乐圈内最大的一个事件,当初崔永元与范冰冰、冯小刚和刘振云几人间纠纷。 因为名嘴崔永元的爆料,娱乐圈添加片酬和为了币制所使用的大小合同,也悉数摆放到了广大网友们的面前。 虽然我们知道娱乐圈一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方,虽然薪资报酬丰厚,但是事实非非也是很难理清的。 虽说崔永元一连炮轰了范冰冰、冯小刚和刘振云三个人,但被波及最严重的当属范冰冰。 据悉,范冰冰除了演技受到质疑之外,就连片酬和工作室的顺收问题也遭到了严重影响。 前不久就有新闻传出,位于无锡的范冰冰工作室将被当地部门关注,核实各项业务是否合理合法进行。 之前的纠纷还未完结,现在又有消息指出,范冰冰单单去年一年就赚了三亿元人民币,这可是超过A股七成上市公司净利润。 此番消息一出,瞬间就炸锅了。 虽然我们都知道范冰冰这样的一线大咖政的不少,但不想竟然有这么大的差距。 国内知名A股企业高管中,只有区区的14人超过千万的薪酬,而范冰冰一人就甩开旁人一条街的距离。 大家如何看待范冰冰天价薪酬呢?欢迎评论区留言探讨。 关注小编,为你解读更多精彩内容。